肖战从娇阳帮我剧组杀青已经有两天了 这两天的时间里 国内的粉丝们乃是陆续见到了肖战在娇阳帮我剧组现场的杀青照 肖战自己发布的对盛阳这个角色的告别小作文 娇阳帮我官博放出来的杀青特辑 工作室发布的日常见肖战给大家观看肖战在拍戏现场的一些随行记录 在这些无聊中 娇阳帮我杀青特辑放出来12个小时的播放量接近5000万寸 而肖战工作室杀青的微电影放出来6个小时的播放量则是有2000多万 这就是拥有类于顶流作为主演的电视剧的火爆程度 也是顶流的脸面 而如今肖战的新剧杀青已经不仅仅是在国内掀起一阵热潮了 他的这个消息放眼全球那也是相当火爆的 马来西亚 泰国 美国 意大利 无论是东南亚还是欧美 他们对于肖战的喜爱绝对是不输国内网友的 现在的骄阳帮我仅仅是刚刚杀青 制作了杀青特辑就已经引起全球如此多网友的追捧 那么等到真正播出时 那该是怎样一种圣光啊 大家在了解到骄阳帮我肖战扮演的圣羊是个什么角色之后 就会不由自主的对他产生更强烈的期待 这个感觉比之从前的酷一耶 酷卫 肖春生其实还会更强烈一点 因为肖战从来不是军人 医生 北京青年 和他曾经是设计师与顺阳的职业一样 如果肖战不曾踏入演艺圈 那么肖战为顺阳这个角色所塑造的一切都有可能真实发生 顺阳在设计师这条路上所经历的苦难 他收获的成功 肖战也都有可能经历一遍 剧中的顺阳是个小奶狗 他的光配是姐姐 所以大家看到的戏中肖战形象总是青春洋溢 像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很好地满足了肖战粉圈中的一大批姐姐粉 谁不期待自己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个小奶狗呢 而现实生活中的肖战确实不太一样 1991年出生的他即使保养得相当不错 但对于不少粉丝来说的确是格格的角色了 无论他私下是怎样一个崇敬大辣椒的 但面对镜头 他永远有着成年人该有的儒雅与随和 魂师上下充满了震人心魄的魅力 只要有肖战在 电视剧但凡播出之后 想要出口海外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海外的电视台也愿意为肖战购买电视版权 如今肖战这么高风杀青 就已经引起了海外诸多国家的关注 海外趋势更是因为一个作品杀青而为他腾了一个坑位 那么等到盛阳真的与大家见面之时 全球的热恋就要开启啦 期待盛阳 爱上盛阳似乎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与其说肖战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塑造盛阳 不如说肖战是在借助盛阳的身份 去延续自己大学毕业之后的工作轨迹 那条他会存接到燃烧吧 少年节目组电话的人生轨迹 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师 在合适的时间遇到自己的另一半 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那就等等吧 看看另一个平行时空里的设计师肖战如何生活 肖战 好